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量子之义 量子材料的航空革命 当我们谈到量子之义 量子材料的航空革命时 这可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科技奇迹 让我们一起展开这段量子材料 如何改变航空业的奇妙旅程吧 首先 什么是量子材料 简单来说 这些材料在量子层面上展现出独特的性质 这些性质在宏观世界中是无法观察到的 这些材料包括超导体 拓扑绝缘体和量子点等 它们的特性可以用来创造更轻 更降 更高效的航空材料 想象一下 未来的飞机机翼不再是由传统的铝合金或碳纤维制成 而是由量子材料构成 这些材料不仅更轻 还能自我修复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改变形状以适应飞行条件 这听起来像是变形金刚里的情节 但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中实现了这些概念 让我们来谈谈超导体 超导体在低温下能够无电阻地传导电流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极大的提高能源效率 想象一下 飞机上的电力系统不再有能量损失 这将大大减少燃料消耗和碳排放 这不仅对航空公司有利 对地球环境也是一大福音 再来看看拓扑绝缘体 这些材料在表面上能够导电 而内部却是绝缘的 这种特性可以用来制造更高效的电子元件 从而提高飞机的导航和通信系统的性能 未来的飞机可能会拥有更智能的自动驾驶系统 让飞行更加安全和高效 当然量子材料的应用不仅限于飞机本身 它们还可以用于制造更高效的雷达和传感器 这些设备能够更精确地探测和分析飞行环境 从而提高飞行安全性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有一次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研究量子材料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种能够自我修复的材料 这位科学家开玩笑地说 这材料就像是有了自我意识 知道自己哪里坏了 然后自己修好 虽然这只是个玩笑 但这种材料的潜力确实令人惊叹 总结来说 量子材料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航空业 从更轻更强的机翼 到更高效的能源系统和智能导航 这些技术将使飞行变得更加安全 环保和高效 未来的飞机可能会像科幻电影中的那样 拥有量子之意 翱翔于天际 带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航空时代 所以 下次您坐飞机时 不妨想象一下 您乘坐的飞机 可能已经在使用这些神奇的量子材料 让您的旅程更加舒适和环保 这就是量子材料的魔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航空革命的到来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之光 纳米材料的照明奇迹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沿 又充满奇迹的领域 纳米材料在照明中的应用 这个话题 不仅涉及到科学的最前沿 还有一些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 首先 什么是纳米材料 简单来说 纳米材料是指尺寸在一到一百纳米之间的材料 这个尺度有多小呢 想象一下 一根头发的直径大约是八万到十万纳米 所以纳米材料真的是微小到难以想象 那么 这些微小的材料如何在照明中发挥奇迹呢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话说在某个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叫做量子点的纳米材料 量子点是一种半导体纳米晶体 当它们被激发时会发出非常纯净的光 这些科学家们发现 通过调整量子点的大小 它们可以精确控制发光的颜色 这就像是拥有了一个可以调色的魔法灯泡 这个发现迅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可以用量子点来制造显示器 那么颜色的表现将会前所未有的鲜艳和准确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端电视和显示器都开始使用量子点技术 但这还不是全部 纳米材料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应用 那就是在LED照明中的应用 传统的LED灯虽然节能 但在颜色表现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纳米材料 特别是量子点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在LED灯中加入量子点 我们可以制造出色彩更丰富 光效更高的照明设备 还有一个有趣的应用 是纳米材料在柔性显示器中的使用 想象一下 你的手机屏幕可以像纸一样卷起来 这不仅仅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而是纳米材料正在实现的现实 这些柔性显示器 使用了纳米材料来制造超薄 超轻且可弯曲的屏幕 未来的电子产品将会变得更加便携和多功能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纳米材料在环保照明中的应用 传统的照明设备往往含有害物质 比如拱 而纳米材料制造的照明设备 不仅更加环保 还能提高能源效率 减少碳排放 这对于我们的地球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总结来说 纳米材料在照明中的应用 真的是充满了奇迹 从量子点显示器到柔性显示器 再到环保照明 纳米材料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这个神奇的领域有更多的了解 也期待你们未来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探索者 继续发现更多的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智能之盾 自适应材料的安全革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沿 又充满未来感的主题 智能之盾 自适应材料的安全革命 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其实 这些技术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出现 并且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 首先 什么是自适应材料 简单来说 自适应材料 是那些能够根据环境变化 自我调整的材料 这些材料 就像是拥有超能力的变形金刚 能够在不同情况下 改变自己的性质 以达到最佳的性能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话说在不久的将来 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工程师 他的梦想 是设计一款无敌的防弹衣 传统的防弹衣 虽然能够抵挡子弹 但它们通常又厚又重 穿起来像是背着一个小型冰箱 小明决定利用自适应材料 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选择了一种叫做 减窃增抽液体 Shear Thickening Fluid STF的材料 这种液体 在正常状态下是柔软的 但当受到高速冲击时 会瞬间变得坚硬 小明将这种液体 切入到防弹衣的纤维中 结果大获成功 这款新型防弹 依在平时穿着舒适 但在遇到子弹时 能够瞬间变得坚硬 提供极佳的保护 这只是自适应材料 应用的一个例子 事实上 这些材料在各个领域 都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 在建筑领域 自适应材料 可以用来制作 能够自我修复的混凝土 当混凝土出现裂缝时 内部的自适应材料 会自动填补裂缝 延长建筑物的寿命 再来看看医疗领域 自适应材料也大有作为 比如 自适应材料 可以用来制作智能泵带 这种泵带 能够根据伤口的湿度 和温度变化 自动调整其透气性 和吸水性 从而加速伤口愈合 当然 自适应材料的应用 还不止于此 想象一下 未来的汽车 可以使用自适应材料 来制作车身 当发生碰撞时 车身会自动变形 以吸收冲击力 保护乘客的安全 或者 未来的飞机 可以使用自适应材料 来制作机翼 根据飞行条件 自动调整形状 以提高飞行效率 总之 自适应材料的出现 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它们就像是智能之盾 为我们提供了 更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希望大家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能够更多地 关注这一领域 或许你们中间的某位 将会成为下一个小名 设计出更多 令人惊叹的 自适应材料应用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开始 想象一下 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记住 知识就是力量 而自适应材料 正是我们手中的智能之盾 各位观众 感谢你们的收听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 科技爱好者 和未来学家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三个令人振奋的主题 量子材料的航空革命 纳米材料的照明奇迹 以及自适应材料的安全革命 在量子材料的航空革命中 我们看到了量子现象 如何使飞机变得更轻 更降 更高效 甚至能够自我修复 纳米材料带来的照明奇迹 则让我们见识到了 如何通过量子点和其他纳米技术 实现更丰富的颜色 和更高的能源效率 而自适应材料的安全革命 则展示了如何通过材料的智能变化 从防弹衣到建筑和医疗 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这些前沿材料技术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改变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全 更环保 更便利 未来的航空器 照明设备和安全装备 将会越来越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充满智慧和创新 纳摩 这些技术的未来 会如何继续演变呢 会有什么样的新应用和新发现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责任 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和思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这些神奇的材料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能激发你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非常期待与你们讨论这些 令人兴奋的未来科技 我说了这么多 你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你的分享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